1991年由81电影制片场出品的大决战散布局横空出世 这部由国家初次拍摄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战争巨座 放到今天仍然是不可多得的经历 它不仅用史诗级的拍摄场面 还原了波澜壮阔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 更让40多年后的观众深层次的了解到了当年革命先烈 为了创立新中国而奋勇向前的故事 但是我们新中国的革命历程是漫长的 大决战三部局所展现的也仅仅是沧海一宿 而在三大战役之后 国民党仍然是盘踞着半地江山 在这种情况下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共共产党 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 势必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 一切敢于抵抗了国民党反复 而同样是由八一电影制片场出品的大进军司部局 正是对三大战役之后 人民军队向全国进军的历史再现 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就是以渡江战役为背景 上映于1999年的大进军之大战役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解放战争著名的三大战役胜利结束 在这142个周围中 中国人民解放军凭借着高超的指挥艺术 大无畏的作战勇气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力支持 共计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人 自此国民党五大主力全军顾摸 蒋介石在美帝支援下组建的精锐部队 也被我军从根本上摧毁 不仅如此 在两年多的作战中 解放军已经顺利解放了东北全境 西北一部 以及中原华北华东大部分地区 尤其是在华东战场 在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强强联手之下 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徐竹集团 把战线成功的拉到了长江北岸 和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隔江相望 大家都知道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 下游的江面宽两到十公里不等 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倚仗的天然险要 比如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 就利用长江天险在赤壁大败北方的曹操大军 后来的南方政权也多是依托长江抗衡北方军多 到了1949年初 解放军的总兵力已经由开战支出的127万人 上升到了358万人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国民党军队 却由开战支出的430万下降到了204万人 可以说三大战役之后的解放军 无论是兵力还是装备 都对国民党军形成了明显众势 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从430万下降到204万 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难道我军就是歼灭了国民党军226万人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 国军就兼敌120万人 第二年又兼敌152万人 国民党之所以能在屡遭重创之后 仍能保持200多万人的部队 是因为国民党在此期间 不断的补充部队所致 毕竟国民政府当时控制了 全国近3亿人口 就算是正常征兵征不到 拉壮丁也足够他补充部队了 何况拉壮丁是国民党 从抗战时期就已经玩得相当六的技能啊 你怎么当上国军的 我在车站上卖鸡蛋 车上有个牌掌 让我把篮子举高点 举高点 我垫着脚举上去 他顺手就把我递落上车 在我脑袋上扣了一顶军帽 我就当了国军了 也就是说 三大战役之后 如果国民党能有个一年半载的时间喘息 其兵力会迅速回復 因为他还占据着大西北和长江以南的大片国土 所以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主动下野 由副总统李宗仁上台和国军展开谈判 而李宗仁呢 当即派出了以张志忠为代表的谈判团队赴北平和谈 当然正如当年的重新谈判一样 国民党根本就没有谈判的诚意 只不过是想借谈判之名拖延时间罢了 在老蒋这边 他的夫人宋美龄前往美国索要援助 他自己呢 则表面隐居下野 实则继续操纵国民政府 扩军备战 比如他就在南方任用拜托的胡脸李弥等人 组成了编练司令部 以继续绚练新兵补助部队 而对于李宗仁白仲喜来说呢 他们也知道现在是打不过解放军的 所以他们俩的想法是通过北平和谈 争取和中共化僵而至平分天下 具体到谈判要求呢 就是解放军不过长江 大家回想一下 华海战役之前 李弥二人是如何坑老奖的 首先呢 白仲喜拒绝前往徐州指挥作战 逼得无人可用的老奖啊 最后任用了刘志这种猪头将军 担任徐州交总司令 后来华海战役激战正撼的时候啊 白仲喜更是扣下手里的宋西联兵团 拒绝增援华海战场 眼睁睁的看着杜宇明黄伟等人 被我军消灭 暂且不论戳掉宋西联兵团 能否改变华海战局啊 白仲喜所在的华中交总呢 这心啊 就没跟国民党的徐州交总站在一块 反观我军的中野和华野 几乎就是完美配合 为了消灭敌人 根本就不计较个人得失 到了后来 杜宇明集团全军覆没 老蒋手里的五大主意 全完毒的了 这个时候 李宗仁白仲喜 火通美国人出来逼宫了 老蒋最终呢 于1949年1月宣布下议 李宗仁成功上位 可以说 李白二人之前的所作所为 就是在等着看老蒋笑话 他们俩的如意算盘是 等老蒋手里的中央军打光了之后 他们俩啊 就代表国民政府 重新和中共和谈 因为内战是老蒋挑起的嘛 他们俩以为 中共的仇恨啊 全在老蒋身上 自己呢 是可以用一个全新的政治面貌 和中共谋求化僵而至的 何况 李白二人所掌握的 贵系精锐尚存 没了中央军 照样可以和我军一战 即使打输了 大不了退回广西嘛 中共呢 不至于对他们贵系 赶尽杀绝 战场上打不赢 谈判桌上怎么谈 结果都是一样的 李宗仁白从习 自以为能和中共化僵而至 他们太不了解毛泽东了 那这种小伎俩 很明显是偏不到我方的 我们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呢 李白二人最大的判断事务啊 不在于我军的过疆问题 而是他们俩啊 根本就没搞清楚 中国共产党当时的政治使命 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换算到现实战略 就是解放全中国 更不必说我们中国 自古以来啊 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 怎么可能让南北朝 再次出现呢 这一点毛主机明白 老蒋也明白 唯独李白二人心存矫情 重新谈判 我们身手 要不翻吃 蒋介石不给 还没起名誉 听我二 今天啊 轮到我们说了 中国的天空啊 只能又移过太阳 而这个时候呢 美苏所代表的国际势力 也希望国共啊 可以化降而至 美国就不用讲了嘛 他肯定是不希望看到 整个中国变成红色 而苏联呢 更多的是基于地缘政治环境 避免自己身边呢 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国家 那这里呢 我必须要吐槽一下苏联啊 苏联对我国的援助很早 从北伐到抗战呢 苏联就没少援助中国 但是大头都给了国民党 尤其是在抗战时期啊 苏联更是援助了国民党 九百多架飞机 上千门大炮啊 国民党军中的苏联石 就是这么来的嘛 也就抗战结束后的几个月呢 苏联在东北 移交了一部分日式武器 给了我军 网上有个数字说 苏联在东北给了我军 七十万条步枪 四千门火炮 坦克六百辆啊 纯属扯弹 原因很简单 辽审战役之前 东北野战军呢 总共也就不到四十万条步枪 两千多门火炮 注意是火炮不是大炮啊 抗战胜利之后 苏联就劝我方啊 接受国民党的核弹条件 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呢 更是再度劝受我军 和国民党核弹 看似是当老好人 居中调停 实则是胳膊肉往外拐 美族两国的小散板 主席当然是看得非常清楚的 党中央担心 英美会武力介入分裂中国啊 认为我军 除了要在谈判桌上 再一次争取主动 还必须做好武力解放全国的准备 因此啊 国军一军没以作战地区设定的番号 已经不再适宜了 中央军委 遂于1949年1月 开始统一全军的序列和番号 其中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 改变为第一野战军 彭德怀任司令援军政委 下辖两个兵团六个军 共计15万5千人 中原野战军改变为第二野战军 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 下辖三个兵团九个军 共计28万人 华东野战军改变为第三野战军 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 肃毅为副司令员 谭振林为第一副政委 下辖四个兵团15个军 共计58.1万人 东北野战军改变为第四野战军 林彪任司令员罗容华任政委 下辖四个兵团12个军 共计88万人 原华北军居的三个野战兵团 分别改变为第18、19、20兵团 共计9个军23.8万人 除上述的16个兵团 五十一个军的编制之外 我军还有不少的骑兵和特种兵单位 以及由地方部队和起义部队 合并而成的军级单位 可以说三大战役之后的解放军 是真正意义上的兵强马装 而国民政府 已经如秋风落眼一般 摇摇欲坠了 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国民党仍然保有半壁江山 时间一久 肯定是会卷土冲来的 李宗仁更是想化江而至平分天下 那这两个结果 无论是哪个 我方都绝不能接受 因为中国是一定要统一的 在北平谈判的最后 我方拟定了国内合并协定 内容概括以下 一 严惩挑起内战制战犯 但有功于人民者可捉心处理 二 严惩被国民政府释放的 港村宁寺等清华战犯 要求重新审判 三 取缔南京国民政府 并废除所有和列强签订的 不平等条约 四 所有倚仗政治特权 巧取豪躲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 全部没收 并在全国有序推行土地改革 这个协定要求国民党 最迟在4月20号必须做出答复 不得拖延 否则就是有意破坏和平协定 解放军到时候就会用武力 消灭南京国民政府 也就是说 无论国民党是否接触这份协定 解放军都是要过疆的 有的东西可能会说 这个协定是不是太苛刻了呢 我要告诉大家 每一条都不苛刻 非常合理 重审被国民党释放的 清华战犯就不用说了 蒋介石大放到连发动三光政策的港村宁次都无罪释放了 这个责任是必须要追究的 何况蒋介石所代表的国民政府悍然发动内战 造成了大量的民众伤亡 国民经济更是已经崩溃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 所以绝不能让国民党有能力卷赌重来 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站出来主张什么原谅国民党 那就是赖好人圣母亲乐山大佛应该站起来给他上座 那说的再直白一点 这一份国内和平协定啊 就是在给国民党一个台阶 让他体面的下台 他不要那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就帮他体面 至于国民党方面 无论是当局的李宗仁白中喜 还是远退下野的蒋介石啊 都认为这份协定是不能签的 因此整军备战呢 就成为了他们的唯一出路 可国民党的精锐已经损失殆尽了 哪还有兵力组织长江防线呢 哎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利用和谈 托石坚 拉种丁 到了四月间 汤恩伯还真组织了一支45万人的部队啊 加上武汉白中喜的25万大军 国民党的长江防线 一共聚兵70万人 更重要的是 长江一旦进入5月就会迎来讯息 到时候江水暴涨 风大蛮高 缺乏现代化船只的武艺将像渡江 就非常困难了 因此在考虑到所有变数之后 中央军委决定将负责淮海战役的淮海总线委 改为渡江总线委 全权负责渡江作战事业 并且派出四野的肖敬光兵盘12万大军啊 由平津地区南下 牵制武汉的白中喜集团 而我军打完淮海战役的二野和三野呢 除了大量补充自愿加入我军的解放战士 还从地方部队中啊 抽调兵力 补充野战部队 自渡江战役发起之前 我军的渡江总命力啊 已经达到了120万人 准备在安庆 吴湖 南京 江英之县发起渡江作战 歼灭汤恩伯集团 值得一提的是呢 淮海战役结束之后啊 陈毅苏与两位首长 特地的命令花野将缴获皇帝兵团的武器装备 都留给了中野 此外还在战后的修整阶段 支援了中野15000名解放战士和600枚排击炮 这一下就让装备匮复的中野得到了很大的加强 这个呢就是我军携手攻进团结作战的体系 也因为这份绝对的信任和彼此支持啊 经过整编的两大一战军 除了要携手渡江 二野呢还要充当战略预备队 以随时准备应对美英等国的军事介入 保障三野啊在江南作战 而在渡江作战的分配上 三野副司令员苏裕率领第八第十兵团 加上地方武装 共计35万大军组成了东线集团 三野副政委谭振林 率领第七第九兵团 共计30万大军组成了中线集团 二野司令员刘伯承 则率领第三第四第五兵团 加上地方武装 共计35万大军组成了西线集团 而渡江总监委另外两位首长 邓小平和陈毅 则坐镇合飞以南的遥港 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我们再看国民党的布局 西线是由白中喜集团的 25万大军组成的 东线则由汤恩博集团的45万人放手 国民党的布局整体是东中西清 很明显身为了所谓南京 上海到杭州一线的 上海是江南地区的经济中心 南京更是国民党的大背影 老蒋的计划是 长江能拖就拖 不能拖就退出上海 打吃酒战 大家可能会纳闷 以国民党的那点残兵败将 上海能守得住吗 老蒋其实也不打算一直守下去 他死守上海的目的之一 是争取时间运走江南的黄金和白银 同时他要利用上海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到时候他就可以借着国际干预 东山在即了 上海的黄金和白银要加紧运到台湾去 不管剩多少都要运走 然后到台湾军饷发布车的时候 就是一块美金也是重要的 从现在的视角来看 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不会爆发的 但是局部冲突是肯定会有的 比如爆发于1950年6月的朝鲜战争 英美势力不就亲自下场参战了吗 所以再回想一下毛主席的那一句 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脱不得 是多么的高瞻远瞩啊 关于抗美援朝的解说呢 以后一定给大家补上尽情期待 那么回到地 在发起多江之前 我军又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长江上居然还有英国军舰在航行 此舰名为紫石英号 隶属于英国的远东舰队 根据1943年的中英协定啊 英国已经放弃了在中国内核行驶军舰的权利 但是英国人说话当方批 根本不在乎 国民政府也没胆量将至距离 那到了我军这里 就容不得英国人再放肆了 首先我军提前发出公告 要求所有外国军舰在4月20号之前离开长江 也就是说紫石英号在未定许可的情况下 依旧在中国的内核行驶 是严重侵犯我国主权的 再者紫石英号在长江待着 严重影响我军渡江 根本不把我军的警告放在眼里 那不用说了 解放军炮兵当即开炮驱离啊 哪知道紫石英号竟然还敢还击 是吧 一番激战之下 紫石英号被我军重创搁解 正负舰长全部重伤 没办法 英国人只能挂白鸡头羊了 最后这一段时间 英军又派出了数艘军舰前来支援紫石英号 但都被我军击退了 可是解放军三野23军的202团团长邓罗波 却不幸在交换 古军处于外交和人道主义角度 并没有下死手 允许紫石英号修复船只 抢救伤员 并上岸采购武警 但是在外交上就火力全开 强烈谴责经国政府 侵犯五国主权 直到三个月之后的7月30号 紫石英号趁着黑夜 摸黑逃出了长江 可以说紫石英号事件 是我军正面硬钢英国部队的开始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主体的决心 同时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妥善处置 也是给足了英国人面子 避免了事态扩大 最终英国于1950年1月 承认新中国政权 是西方大国中的第一个 不过紫石英号 只是我军南下渡江那个小插局而已 我军真正的目标是打过长江去 因为在1949年4月20号 这个最后期限 国民党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这就意味着 我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 将要以武力彻底消灭南京国民政府 1949年4月20号晚上8点 冬江战役开始 中文官党发送进行为 一方十一期的健康 永远发送进行为 我们等下温暖的补 executive 做出的数据 我们要联络的预约 每次徒都要养崩磨 尤其利益